西游记看了这么多年 才发现原著作者可能另有情人 吴承恩难不成捡了个大便宜 背后神秘话语暴露真相 看了西游记这么多年 估计很少有人发现 原著的作者其实一时有争议 相信大部分人的印象中 原著的作者应该都是吴承恩 但是网上对于这种说法却是褒贬不一 公式传闻中西游记作者的名字就有好几个 其中一个就是秋楚姬 因为秋楚姬是道教 但西游记整天满满的都是重佛异道 作为一个道士名词 不能如此贬低自己所信仰的教派 如果真的那岂不是七师灭祖呢 还有一些人说 作者其实就是书生施奈恩 这一点很多人上学的时候 在学习西游记选习的时候 应该有所印象 文章后面备注的作者中就有施奈恩的名字 但是老师却跟我们强调 考试的时候主要写吴承恩的名字 也就是说施奈恩 很有可能也是原著的作者 不过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 作者是看破了官场的潜规则 是思想深度应该是官城中人 一般书生没着境界 其实四大名著中除了三国演绎 其余作者都有存疑 有人认为 西游记和《红楼梦》的可能都是集体的创作 西游记可能是多人同时创作 《红楼梦》可能是每一个人 在前人的基础上再进行创作 另外一点证明西游记的作者不是一定是吴承恩的典故 就是古文《淮安复制》 文中明确记载着吴承恩所出的西游记已经失传了 历史上写语西游记通明的小说不在少数 而我们读的这部经典西游记 其实原名叫做《石头传》 这岂不是和吴承恩失传的西游记相悖吗 另外有人认为 作者能写出《大闹天空》这种故事 恰恰说明了西游记作者超脱当时思想志号的伟大之处 而西游记作者这种类似闹天空的超强思想的源泉 又来自当时兴起的扬名新学 西游记书中体现的新学痕迹的确很重 比如悟空的别名叫做新元 在西游记有关新学的情节很多 比如其中悟空学艺那一段 首先悟空学艺之地叫做灵台风寸山 斜月三行路 灵台这个地方在中医学里正指心脏 所以才有灵台清明这个成语 方寸四一也是指人的内心 另外斜月三行则是个字迷 谜底也是一个心字 所以很多人认为 西游记原作者中啊 很有可能是某代明代的新学文人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